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跑步把人生 今天已经来到第14个来宾 那这第14个来宾 还是很有趣 然后他每一次我找来的 我就有在讲一个事情 我找来宾其实跟你 资不资深 然后是不是前辈 是不是大哥大姐 或是一个一姐都没有关系 也没有所谓的大咖小咖 在我的心目中 每一个只要你是靠你自己的双脚 然后你奔回终点 你始终到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 跑回来 你是花三小时也好 六小时也好 我觉得大家都是英雄 然后都是自己的 都是能够主宰自己的人 然后都是那种意志力 非常无比坚强的人 那今天呢 这个人我相信我一讲出来 大家又都认识他 然后呢 他有很多种的身份 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当然他也是非常非常爱好跑步的人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会拍照的人 他在马场上面 他也常常帮人家拍照 所以他也是个很热血志工 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就是呢 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 因为跑马拉松而结婚的 所谓的情侣 不对 已经结婚了就不叫情侣 就是恋人哦 就是所谓的那种星光恋人啊 我一直想要找这样 然后今天我们来宾就是了 我们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工程师 红荣 大家好 我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我叫图红荣 哈哈 那我们今天呢 红荣来了之后 我们是买一送一哦 我们路易事里面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来宾 就是我们非常美丽可爱 然后甜美动人的 小秘书婷婷 大家好 我是小秘书婷婷 哈哈 然后呢 我也是因为这样 其实我是后面 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 我就已经认识红荣了 然后那个时候的红荣 他就写 他有个部落格叫爱跑者的家 对爱跑者的家 是 然后慢慢的我也才知道说 原来红荣是因为跑步 然后才认识了这位可爱的婷婷 那红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你是一个跑三公里 就已经快死掉的人 然后到最后会现在变得这么热血呢 什么原因爱情的力量吗 呃 对啊 爱情的力量事实上是真的还蛮大的 因为其实 我 其实我自己是从 念书的时代就有运动的习惯了 所以你从小就喜欢运动 呃 应该是高中以后 嘿 国中国小之前大概身体都不好 嗯 对对对 高中以后才开始慢慢有运动的习惯 嗯 那上大学喜欢打球 那总觉得自己体能都还不错 嗯 那一直到了开始 进公司 然后开始努力工作 结果过了一两年以后发现自己的体能非常非常的差 哈哈哈 才开始觉得说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就把体能练回来 嗯 那时候才开始找一些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嗯 然后那时候是看到公司地下室有一些跑步机 健身房嘛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运动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小鱼这样的 可是你怎么会想到是选跑步这件事是因为它很简单 呃 而且印象中在当兵的时候跑步还跑得蛮蛮快的哈哈哈哈 所以觉得应该很轻易就可以做得到 就是你觉得三公里根本是一件哎一块小蛋糕哈哈哈哈 我有这种感觉就没有想到蛋糕还蛮难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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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跑呃那时候可能不到三公里吧就完全不行了 嗯 对对对 然后可是当我下来然后灰汗如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大哥可以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就是觉得说奇怪我明明就还很年轻啊 为什么体能会差这么多 嗯 嗯 对那时候才开始 其实基本上你的工作你既然叫工程师 所以你应该是属于那种研发RD是不是 是我现在在RD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很多人都看到什么科技人啊 爆肝啊 然后那种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如果你要应付你要在你的职场上面你也可以游刃有余的话 我想你要透过适当的一些运动然后来保持自己的一些平衡 这个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对其实其实要保持平衡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在工作上还有在生活上你要怎么去协调 嗯 觉得的确在做所谓的科技人后大家都可能觉得大家花太多时间在工作上面 对对然后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反而会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或者排自己的时间 那反过来讲的话如果可以就是借由运动来放放松自己的话反而可以得到更好的效果 嗯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的那种体验 可是我觉得洪荣是比别人家还幸运啦 因为他现在讲的好像很冠冕堂皇哦好像我是为了在工作上找到其实你最后真正认真跑步的动机还不就是你身边这位美丽可爱的婷婷 那你可以告诉我你们两个人怎么相似的经过吗 呃其实对其实我们两个相似是在呃哪一场 应该是应该是在04年的永和的接力赛 嗯那那时候有办两个比赛一个就是50公里个人个人组那另外一个是50公里五个人接力 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其实是跑步大概就跑三五公里这样子嗯对然后其实那天是被拱去的 哈哈那婷婷那时候是因为他那时候规定五个人里面要有一个是女生哦所以婷婷是你们五个人中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女生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就听我同事讲说哎婷婷还蛮会跑的嗯 那我很不巧的被排在他的下一棒那我可以问你说你之所以答应你被拐去你是因为他们拿出婷婷做诱饵吗 哎不是哈哈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是其实他们是因为凑不到人所以才知道哈哈哈哈 因为那时候其实跑步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事实上而且跟我同同事熟的也不多嗯对所以反而他们要找人就不容易那时候我刚 刚开始在健身房运动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哎这个人也许有机会哦连哄带骗反正就把你骗来就所以他们就是在健身房里面的跑步机看到有人在那边动的然后他们就找了这样对对对对 婷婷那时候是这样被找来那你们那一组叫什么追风组啊我们叫追风少年队哈哈哈哈这个名字好像还是好像还是我跟他们建议嗯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五个跟旁边的大哥大姐比起来都是少年人嗯应该可以跑得很好 嗯就跑到最后都是有追着他们跑过的风哈哈哈事实上嗯差的蛮远的我们跑完应该是倒数前几名吧你说是倒数第二对哈哈哈哈我我我很认真的我都有做我有做功课对对我做功课我都已经忘了那我问哦就是说你们在呃报完迷那时候你都还没看过婷婷还是那时候你就已经看过婷婷呃其实我们那天是第一次见到面跑步的时候 然后比赛当天对对对对我那天我还记得我穿的是一个很很垮的篮球裤呵呵呵然后穿了棉布T恤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还带着刚从 台大附近买的隐形眼镜在那边带怎么样都带不上去嗯就在那边开始跑了那后来你是有带还是没带哎我有带上去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结果后来 跑完的时候我只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至少我比前面一个棒次的女生快了一分钟对他是你的上你是第三棒嘛对对对对然后婷婷是第二棒 有有一点哎对应该是三四吧对他他第三我第四嗯对对对不过那时候其实我们一点都不熟了对不认识完全不认识那跑完之后就马上激荡出爱的火花吗对完全没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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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没有被他电到吗呃没有哎我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女生跑那么快害我跑得累的要死 他不容易才比他快一点点而已嗯对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呃各自都有男女朋友所以其实那应该到那一年我们都还没有任何的特别的往来只有说在健身房偶尔会遇到嗯嗯嗯嗯那真的比较有开始应该是到隔年了吧嗯到所以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那一场是你第一次的路跑赛是然后第一次的路跑赛10k就让你累的半死但是那一场之后有给了你是开启了你开始跑步的生涯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会让你想要从此就栽进马拉松或者是跑步应该不会一开始就想要跑马拉松吧其实一开始一点都不想跑马拉松哈哈哈哈哈哈哈应该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必须说实话那一次真的是被同事拐去嗯但是我们跑完了以后发现其实那边有很多很热心的志工朋友嗯嗯我们那时候其实不清不清楚啦我们那时候本来的感觉是说哎是不是有一个呃政府机关或团体在做这样的事情那后来我才知道是永曼嗯嗯嗯在在办这样的活动 那我们跑完了以后那些呃就是服务的大哥大哥大姐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就像您讲的我们已经倒数第二名嗯嗯那其实我们跑完的时候绝大部分都已经收工了嗯嗯连50公里的个人组都已经跑得快光了嗯对但是他们还是很热烈的招待我们那我们这一群可能也都跑得不多所以能跑完五个人的接力大家都 都都很开心然后就就在那边噗哩啪一直聊嗯所以其实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比赛完是六七点或七八点但是我们一直聊聊到快十点哈哈然后我们才对对我们就很兴奋的聊到快十点然后因为我们在都住新竹嗯所以我们才从台北回新竹这样子嗯嗯本来那天晚上大家还说要约唱歌哈哈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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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所以你看哦其实也很妙因为我知道你为了这场 你被人家拐去 你说你在跑步机上 你最多你本来很想要跑到10公里 可是你最多最多是跑到7公里 了不起 所以其实那一场 已经算是你生平的跑最远 那跑完之后那种感觉 然后还穿成那种 那种什么追风少年的样子 可是一点都不专业 跟你现在样子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没有现在是装扮的比较fashion 但是事实上骨子里还是一样 我们要讲一个插曲 刚刚洪荣跟婷婷 我们俩一走进录音室的时候 然后我们录音室里面出现了一个 从来我没有在录音室碰过的一个 比较有一点高壮的男生 然后这个更妙的是 他居然跟洪荣两个人是老朋友 大学时代就认识的人 然后对方是一眼就把洪荣认出来 我想应该就是说 洪荣其实你没有改变 身材维持得很好 你看15年过去了 并没有发生任何那种变形 那你就要感谢跑步对不对 对啊 事实上感觉上跑步完了以后 就是让至少身形跟以前念书的时代 不会差太多了 唯一不一样就是可能就是白头发变多了 然后皱纹变多了 对其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你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后来回来你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开始跑步啊 是在加入公司的社团还是什么因缘忌计会 其实那个时候 公司其实有慢跑社其实还蛮久的 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就是同事之间互相互捧营班 那时候并没有还不算这次有加入慢跑社 哦你们两个那时候都还没加入社 所以婷婷也不是婷婷在参加这场比赛之前也没有真的跑这么长过 嗯对不起那我要来插个话 那事实上我跟跑步的结缘的话是我高中时代就开始了 哦婷婷是田径校队对不对 嗯大学的时候就是参加田径校队 那其实我就是一个很爱跑步的女生 原本就是很爱跑 就是从就是跑步的兴趣是从高中那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 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跑步 然后上大学念那个填志愿的时候 我就是要找那种体育设施非常好的大学 真的 所以北部的大学我就都不填 我就填那个嘉义的中正大学 哦真的中正大学体育设施很好 因为他那时候 他比较新 对他比较新 然后另外他就是学校有花五亿盖一个很棒的体育馆 那我就是为了那个体育馆 我就我就跑去念那里 对所以其实我是一个还蛮喜欢跑步的女生 但是因为我大学练的时候是五千跟一万 所以说 所以说其实也没有跑那么长的距离啦 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多大概就是跑十公里 所以就是觉得这样就跑很远了 没有想说会跑马拉松这样 哦可是这样子算是说你是比红荣还有底子的人啊 如果是以这样子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比他好多了 所以刚开始的话我还可以就是给他一些就是跑步上的建议 哦原来你还前面是你是他的师父 对啊事实上婷婷给我跑步的观念还蛮多的 对对对 很多东西其实刚开始跑我自己都是土法练钢啊 哦对对所以后来我们比较熟了以后他就会开始给我一些建议 怎么样子比较熟啊 嗯因为常常就会他就会问我说啊跑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子 然后就是就 哈哈哈哈 其实那时候这两个人好可爱哦哈哈哈哈 没有 婷婷害羞了 对婷婷害羞啊 这个没有默契就不知道怎么介绍 那个其实你是我这样来问好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恋爱经过嘛 所以我今天就来好好挖一下这样子 到底是因为你很想要好好跑步 还是你觉得婷婷这个女生很会跑步 你又觉得他让你心动了 所以你就干脆用认真来跑步去跟他请教 然后还制造两个人相处的机会 如果要讲的冠冠弹簧一点 刚开始当然是为了自己体能啊 嗯那后来后来是因为就是后来刚好就是婷婷没有男朋友 那我也没有女朋友 那你们两个人是刚好同时间失恋吗 婷婷不要哭 差两个月吧 差一两个月 印象中差一两个月 然后那时候就比较常在健身房遇到 那我也知道他 因为有了前一次就是跑10K的经验 所以其实大家在健身房都会互相打个招呼 嗯 然后好像有几次大家就是聊一聊 有时候因为公司里面有Starbucks 那我们刚好都在同一个场 那有尤其是我们就是可能聊到那个Starbucks去 哦 对对对对 所以才开始比较有机会 OK 我们实在讲到这个恋爱的事情太开心了 然后我忘记说我们应该要休息一下了 这个恋爱的故事待会再来聊这样子